有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爱聊天和八卦的人 可以减少精神压力 减压后心情更愉快 身体更健康 不专门刺探别人隐私 但聊聊相关的报道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现在 爱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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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挂挂挂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想要重复收听明明的节目 欢迎登陆YouTube频道 搜索德州中文台 来收听我们现场直播 以及播出过的节目 哎呀 我经常想找一些好消息 跟大家分享一些八卦界的 这个快乐的话题 可是有时候经常是 放眼望去啊 真是应了那一句 人生不如意的事 十之八九 今天呢 就好不容易找到了 这个十之一二的 这个快乐的事情 赶紧拿出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扒一扒 人世间还能不能再相信 爱情这件事情了呢 每次呢 一看到这种什么什么 明星情侣啊 大家看到的这个 完美碧人啊 也会分开 就会觉得 哎呀 这世界不能再相信爱情了 可是今儿这新闻呢 让我们又再相信了 爱情了 这俩人是谁呢 我相信大家都对他们非常的熟悉 尤其是 Jennifer Lopez啊 这个拉丁歌手的热辣美女 虽然人到中年 可是依然保持这样的身材和这个舞台的效果和状态 你真是不服不行啊 人家连续多年登上世界上最美女人的这个这个榜单的榜首 我跟你讲 这绝不是空穴来风 那这本事真的是在这儿 美成这样子的美人 这一生是绝不缺少男人的呀 好吧 这个男人是谁呢 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好莱坞的大帅哥本阿弗莱克呀 看过他的电影的人 我相信都对他有深刻的印象啊 年轻的时候 那一身壮硕的肌肉和标准的男性身材 绝对是雄性荷尔蒙 移动的雄性荷尔蒙啊 那消息一出 真的是全世界大家都惊呆了 这两口子居然最近就偷偷的结婚了 而且啊 这个婚结的是那么的浪漫呐 我的妈呀 真的是这堂洒的 没有是大家想象的那个重大的婚礼 其实呢 这婚俩人都结过了 这个洛佩兹珍娜佛也结了好几回了 这婚纱真不新鲜 场面也真不新鲜 就这两口子 你说这个好莱坞的地位 世界巨星的地位 钱也不差钱 颜值也不差颜值 有个风吹草动 那都是世界媒体在盯着的人 可是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讲 可能偏偏得不到的 我们小两口的那种私密 反而是他们两个最珍贵的东西 所以兜兜转转 分手了二十年之后 俩人再度复合 复合之后呢 大家之前也报道 包括我的爱八卦我也看过 当时我都没忍心在节目里说 因为呢 以这两口子 现在可以说这两口子的过去情史上看 那兜兜转转 没消停过 他俩就算复合 这能不能终成正果 这事真两说着 没想到啊 这个现在好消息就来了 终成正果 当然这果成了之后 能多久 我们还拭目以待 但真的 大家对他们的祝福 是多过 这个负面的一些评价的 真的 回头看看 这兜兜转转的二十年 也是陪伴我们每一个观众 一起长大的 看着他们的电影作品 听着 Jennifer Lopez的歌 我也是经常听着他的歌 跳舞 跳踪霸 跳拉丁舞 非常喜欢他的音语 还有那个电臀 一闪 哎呀 这行动的 这两口子绝对是两个行动的荷尔蒙 所以比较起来呢 Jennifer Lopez 以前的前夫前任 我还真觉得这大本是最帅的 所以他也是全世界的粉丝们 最看好的CP粉丝了 说这俩没成 当年他俩分手 不知道伤了多少人的心呢 可是没想到 十九年二十年 就在大家 渐渐遗忘了 这两口子的时候 哎 真没想到 让我们激动人心的时刻 就这样回来了 这俩复合了 当时复合就让人激动不已啊 那我当时除了激动之外呢 还说让子弹飞一会儿 看看能不能 这个 有啥结果 还是说 这又是一个短暂惊鸿一撇 这事就过去了呢 哎 今天这好消息一出 我也为他们感到高兴 大家反映的这么热烈 就是因为这两位巨星啊 真的是太过耀眼 而且他们的感情也是太过传奇啊 距离这个大本 第一次向 Jennifer Lopez 单膝跪地 浪漫求婚 这件事情过去已经整整20年了 20年改变了多少啊 可能改变了很多人的容颜 可是这世界多不公平 你看这两口子 20年前的照片和现在的照片 看上去真的没有大的差别 尤其是这个女人 去更加 只能说用更加两字成熟又热辣 大本倒是胡子拉叉 看上去老了 可是还是那么帅 哎呀 这帅啊 而且大本比Jennifer小三岁啊 这还是一个姐弟恋 那么20年前 两个人曾经订婚 发生过的恋情 哎呀 那让全世界的粉丝 当年就是非常的热衷和看好 20年的时间 这么一晃就过去了 发生了很多事情 就像大家所说的 如果是对的人 缘分可以像当年那颗 6.1克拉的粉钻一样 永恒 兜兜转转 转来转去 最终又回到了一起 重燃爱火 修成正果的俩人 感情的热度 不输当年 不输小两口 今年4月份 传出两个人 二度的订婚 三个月之后 没想到就迫不及待的 冲到了拉斯维格斯 私奔去闪婚 这个婚礼 也没有大张旗鼓的举办 哎呀 这事真的是 太有热点了 在赌城午夜的 一座小教堂里 是两个全世界 主命的大明星 就在堪称 对于他们来讲 那应该是 非常简陋的环境下 举行了一个 小的不能再小型的 一个结婚典礼仪式 那么大阪的衣服 就是跑进南厕所 这个换好的 那个 Jennifer Lopez 则是在休息室 换了一条 普普通通的 小白裙 我跟你说吧 你看了那照片 你都觉得 这裙子 哎呀 比起这个 辣姐 这多年以来呢 不管是电影上 还是曾经婚礼上的 那些经典的婚纱 多贵的衣服 那简直是 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啊 连低胸都没有啊 就是一个普通的 白色的 普拉吉啊 一个白色的 连衣裙呢 这可是 新娘子 脸上的笑容 这个能够堪称 世界级美女的 这个柔润 漂亮的长发 和脸上最美的 幸福的笑容 就诠释了一切 这是一个 多么美好的婚礼啊 规模 不用符合他们巨星的地位 但是这样的私密 可能就是两个人 最最需要的 这世界上没有更好 只有最好 对于得不到什么的明星来讲 他们想要的 就是这样一个 属于两个人的 私密的婚礼 对彼此 去承诺下 这毕生的一个实言 从 Jennifer Lopez 发的声明 就可以看出来 新婚啊 还有这些自拍的照片 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样的一个细节 就是看到两个人 没别的 就是一个 堕入情网的 两个年轻人 沉浸在爱河里 无法自拔 无比享受的 这个去享受了 这场推迟了 二十年的婚礼啊 那么在Jennifer Lopez 的声明里 自理行间 都是一个女人 在新婚当中的快乐 含糖料 纷纷爆表超标啊 我们结婚了 爱是美丽的 爱是善良的 事实证明 爱也可以是很有耐心的 耐心到足以跨越二十年 这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他们深夜飞到拉斯维格斯 和其他四对新人 一起排着队 在内华达州的克拉克县 领了结婚证 就像所有浪漫的电影里的 那个私奔的桥段一样 两个情人情到农时 一天也忍受不了了 今天我就要嫁给你了 冲到赌城去结婚 根据消息人士说 他们只是想结婚 所以就结了 反正婚都定了嘛 是不是 就像所有浪漫电影里的 桥段一样 就是这样冲到了 这个午夜时分 拿到了拉斯维格斯 著名的小白婚礼教堂的 这个结婚证 差一点教堂就关门了 这个小教堂啊 也是相当的有名 这座小教堂 见证了无数好莱坞名人 激情结婚的小教堂 同时也是大家熟悉的老友记 美剧的这个老友记里面 罗斯和Rachel 私奔结婚的那个小教堂 白色的 很古老 也真是不大 那么Jennifer Lopez的 新娘造型简单到 不能再简单 挡不住 这个本人确实是光彩照人 那这一个这个圆领的都快到高脖颈的一个 一个普普通通再不能普通的老式白裙子 一条白的连衣裙 腰线也不是那么往上 就看上去像那个那个几十年代 那个咱奶奶穿过的那种那种老式连衣裙 但是非常的古朴 我只能这样讲 但是真的配上这样个美人秀发 卷发 容光焕发 幸福的眼睛和笑容 我觉得这就是最美的新娘 就这样一个仓促的婚礼 而且大本也特别好玩 她把这个婚礼现场也有个录像啊 拍了几个照片啊 一看 新娘在一边镜头前转转圈 一边说 我感觉太棒了 太兴奋了 甜的就像一个青春期的少女啊 好可爱 大本呢 在换衣服的一个粉色的男厕所里啊 用手机拍下了自己的婚礼更衣区 镜子上还有一些划痕 就是那么一个简陋的环境啊 看起来呢 这个好像连个这个 换衣服的这个正经的地儿 都没有这个样子 可是呢 一切看起来就是又疯狂又仓促 但是 看到两个人在小教堂里念着誓言 互赠将在余生中佩戴的戒指的那一刻 这种疯狂成了满满的爱和感动啊 这年头能够让我们继续感动和相信爱情的时刻 真的不多了 所以呢 在这一份美好的时刻 赶紧出来扒一扒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如果你坚持的时间足够长 也许你会发现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 就是在凌晨十二点半开车穿过爱的隧道 和你的孩子和你会永远在一起的那个人一道 爱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 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事 值得为之等待 这是Jennefer Lopez在这封声明的最后 还数上了自己的名字 不是Jennefer Lopez 而是Mr.Jennefer Lening Affleck 就改了这个丈夫的夫姓 冠上了大本的姓氏 正式的成为了阿弗莱克夫人 距离他俩上一次订婚 这真的是一晃就二十年过去了 二十年的时间真的是改变了太多的人 过去的两三年的疫情 也有无数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 因为疫情 因为种种的原因 这个世界在过去的二十年 发生了这么多的改变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 这第二次复合的爱情故事 才能够让人觉得格外的珍贵 也让人们惊喜和感动吧 所以在这个美好的瞬间 也让我们一同来去分享 这两个人的甜蜜幸福的爱情吧 好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让我们稍时休息片刻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好听众朋友 欢迎继续收听 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上半段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了 我们都非常喜爱的 Jennifer Lopez和大本新婚的消息 这俩人二十年之后的复合 然后今年四月订婚 居然就闪婚 这闪的真是有点让大家跌破眼镜 就是大半夜的飞到拉斯维格斯 去那个小白教堂就举行了 只有两个人的婚礼 非常兴奋的去把这个消息散布之后 全世界的网友们都为之震惊 大部分的人都在祝福他们 但除了祝福以外呢 也有人这个风言风语啊 酸葡萄也好啊 还有人不看好啊 这个说啥话的都有啊 祝福的人就别说了啊 这个比如说啊 这个持续震惊中啊 原来二十年 二十年呢 感情真的能够回去 我们也得翻翻老照片 把自己的前任也数到数到 有几个是不是有机会能回去的 一开始呢 还有人说 哎呀是不是假消息啊 但是哎呀 经过多方的媒体证实 这真是一个真的消息 太为他们感到高兴了 这个绝对是真爱呀 哎呀 还有人说 我这个看到这个消息 就是整个的 为他们感到高兴 而且是会再次相信爱情 流出了幸福的泪水 为他们感到开心 恭喜这对幸福的新人 还有人说 这大本和詹安德夫露佩子 偷偷结婚了 这真是今年发生了最好的事情啊 真的是应该开party 开香槟去庆祝啊 这么多看到这个负面的新闻 让我们不再相信爱情 这一次这个好消息 二十年兜兜转转回来的感情 让我们再次又相信爱情了 多么的让人绝望啊 正式成为阿弗莱克先生 和阿弗莱克夫人啦 真是为你们俩感到开心啊 祝福你们 当然唱衰他们的人 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言论啊 这个有人就特别逗的 出现这样的一些言论了 说今天整个LA所有的离婚律师 都在试驾兰博吉尼 啥意思呢 就是说等着这俩杀手离婚吧 离婚律师又可以狠狠打转一笔了 这都什么人 很多人看了这个也是在底下 点赞来笑啊 就是说觉得说这话的 这网友也好有幽默感 整个加州的所有离婚律师 都在试驾兰博吉尼 准备要打转了 看一看那个场景是不是很有画面感呢 还有人说 哎他俩到底真的能在一起多久吗 这消息是真的吗 如果是真的话 我就等着下一个新闻 看看哪一天爆出来这个分手的消息 哎呀还有人说 詹纳佛露佩子 你是多强大美丽多目的女性啊 你怎么会跟她结婚呢 啊这个老母咔嚓眼的 虽然比你小三岁啊 这个哪配得上你啊 这个不那个吧 嗯 反正呢就是各种各样言论吧 挺逗的 然后呢 随着这样的声音不断的出现 大家也理智的出来说啊 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啊 要唱衰他们 确实是因为 看一个人啊 看他的历史 读史使人明智 你瞧瞧这两口子 过去那些情史 真是够让人抓麻的了 这么多事 你就说吧 这婚能坚持多久 你怎么会对他有信心 所以呢 就就话说回来 回头望一望 过去俩人的这些情史 这两口子当年出乡 遇事在2001年 当时大北 也是赫赫有名的 好莱坞的金童 珍娜佛露佩子 也是同样知名的流行歌星啊 当时他正和第二任丈夫 在一起 两个人相识在电影 鸳鸯绑匪的片场 那么之后呢 2002年 珍娜佛露佩子和丈夫离婚 所以有人就讲说 当时珍娜佛离婚 就是因为认识了大本 两个人擦出火花油 不能说大本是第三者吧 但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啊 可以说 这是珍娜佛当时离婚的一大原因 所以呢 这个2002年 珍娜佛和丈夫离婚呢 就和大本啊 开始了突飞猛进的恋情啊 被狗仔队追着 一直拍了很多亲密的场面啊 公开 正式的恋情也是很快就开始了 而且两人一起亮相红毯 留下了无数啊 这个漂亮的照片啊 如今翻看也是非常甜的发腻 但是不得不说啊 当年你想大本比珍娜佛小三岁 不能说年少不更事 但是至少那个时候 她的感情经历 跟20年后的今天还是比 那时候还是嫩呢 那珍娜佛是当时 不说是为了她离婚 但是也是离了婚以后 跟她在一起的 其实呢 这就是所有 不能说第三者 插足啊 无人知晓 但是不得不说 对于大本这个年少不经事的脑筋里 这是一个恐惧的信号 也就是说 她能会为了我跟丈夫离婚 娶这样的一个人做太太 她能不能真的 跟我也从一而终 这个是心里隐隐作痛 四个男人都会有的一个想法 尤其对于年少 还没有经历很多感情经历的人呢 她会真的是会恐婚 所以你想这个在婚礼前 逃婚的现象 很像我们看到的那个 纽约的那个名剧啊 最后那个 那个Mr.Right在婚前 就在婚礼当天 前逃婚的那种 恐婚现象是有一拼的 这种现象 在很多男人身上会出现 就是婚礼也定了 婚期也定了 而且这俩都是大明星 媒体过分的关注 给了她极大的精神压力 所以在婚前呢 就是这个 可能就是这一丝一丝埋藏的 这个事情 就变成了压倒了 她的这个最后一根的 这个稻草 所以大本他们两个在婚前 突然就说延迟婚礼 那延迟这事还用说吗 也要抓马吧 最后就就分手了吗 那作为Jennifer Lopez也好 作为哪一个女人也好 那对于这件事情 你会觉得很没面子 或者你觉得你你犹豫什么 你不就是爱我不够吗 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 恐婚吧 这个那个 你爱我你会抛弃一切 你什么都不怕 就是一起跳进火坑 你也愿意跟我一起跳 那才是真爱 所以说当年大本的逃婚 应该是造成他们分手 一个主要的导火索 这事一分析 你就能知道 尤其对于Jennifer Lopez来讲 那也是大明星啊 这在面子上也好 在感情上也好 这事太没面子了 这婚期都公布了 然后您就逃婚 这不就是缩头乌龟吗 所以说当时两个人年轻啊 那就是爱得像龙卷风一样 迅速猛烈 可是呢 在这6.1克拉的粉钻 也求了婚 婚礼也定了这件事上的时候 那么居然就有人害怕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事情 真的是当时 爆了这个所有新闻的头条啊 所以说也不得不说 当时因为两个人都是巨星 媒体的关注度实在是太高了 狗仔队也是无孔不入 他们当时也很害怕 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 可能会被毁掉啊 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好 借口也好 狗仔的跟拍也好 无论如何压力山大 而且呢 确实是让明星们少了很多属于自己的隐私 所以这也是当年他们分手的一个原因 那么在2004年1月 就在Jennifer Lopez给媒体的一番声明里 她说两个人的关系正式的结束了 当时受了情伤的Jennifer向自己的老朋友啊 去寻求安慰说 找到一个能让我在最孤单的时刻感受到被爱和被需要的人 所以就在那一年她跟她的这个老朋友结婚了 这就是Mark 这是Jennifer的第三次婚姻了 那么就在Jennifer结婚之后的第二年 大本也快速结了婚 2008年生下了自己的双胞胎 2014年和Mark离了婚 和孩子父亲离了婚 那么大本在加纳的和加纳的婚姻当中也生了三个孩子 他们俩一度呢 当年是成为好莱坞圣赞的模范夫妻 但是最终在2018年也分开了 从千禧年开始小报诞生到这些年 好莱坞的话题是不断呢 这俩人的事都已经成了时过境迁翻了篇的事了 其实私下呢 他们虽然分手了 大本和Jennifer一直都有联系 他们仍然保持在一个熟悉的朋友的距离 不远也不近 2019年 Jennifer和相恋两年的男友 职业棒球运动员Alex宣布订婚 婚礼本来定在2020年夏季 结果因为疫情呢 不得已来推迟 结果呢 这场吞驰的婚礼再次好像当年和大本的婚礼一样 最终也没能举行 2021年4月 两人宣布正式取消订婚 认为我们更适合做朋友 互相都回到了朋友的身份 另一边呢 离婚之后的大本也在2020年展开了新的恋情 女方是她共同主演的电影深水的女演员 阿娜 在这一对当时也是爱的热烈 阿娜几乎住进了大本在洛杉矶的家 和她的孩子们关系也处理得很好 可是不知道为啥你 2021年1月 这段关系也甭说结束就结束了 这事让人看得真是眼花缭乱呢 当然好莱坞明星呢 人也漂亮 钱也多 明星八卦也盯着 这些烂事分分合合呀 已经没啥让人感到惊讶的 这不就是他们生活的常态吗 但分手了快20年的情侣 还能重新复活 大家真是呼吁说 这事还是太少见了 于是呢 就在Jennifer Lopez和大本都恢复单身之后 人们居然看见这男的 竟然出现在了Jennifer Lopez的豪宅里 这狗仔队拍个正着啊 吃瓜群众这下可是坐不住了 哎呀 这事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我们真的希望这是真的呀 这对死而复活的情侣 真的又回来了 太让人激动了 是证明这事是真的 不仅重聚 还点燃了20年前 已经熄灭的火花呀 2021年的6月13号 在全世界都在等着恋情实锤的时候 终于被拍到了俩人的接吻照 这事就算是水落石出啊 从那以后呢 大家就在看着 哎这俩天天到处撒狗粮 到处撒糖啊 各种亲吻各种热恋 看起来跟小年轻恋爱的时候 没有任何两样 今年4月也订婚了 哎呀 这个美丽的这个绿宝石订婚戒指 虽然不如当年的粉钻 那么的耀眼和浪漫 可是呢 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就像两个人最近的这一场 闪婚 Las Vegas的小白教堂一样 是那么的特别 因为20年兜兜转转之后 俩人都活明白了 哎这个心态也更加的成熟了 大概也知道最想要的生活是什么了 现在两个人不光两个人撒狗粮 还把两个人双方的孩子 也大家庭聚在一起 其乐融融 经常一起出门旅行 看上去呢 好像真的是一个非常快乐的 重组生活的重新开始 而最近Jennifer Lopez 也在Instagram帖子里更新了一张 自己躺在床上的素颜照片 左手无名纸上一枚新的婚戒 白色的床单 白色的枕头 那一脸的幸福 素颜都可以美成这样 这只能是在爱的当中的人 非常的羡慕 也非常的祝福他们 好吧 由于时间的原因 今天的爱八卦 就在蜜堂和祝福当中结束了 但愿收音机前的你们和我 大家都能够享受这样 属于人间的幸福和快乐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